欢迎大家收看《科学生之日》 这个星期我们有相当多大众关注的话题 当然大家最近也有很多人在评论这个三体 有一本的《科学小说》改编成一个电视剧 在某个平台播间也有很多人谈论的 但是这个节目本身我们就不是讲剧情 我们也不是去评价这本小说或者改编 而是它介绍一样的 什么叫三体问题呢?这个三体问题呢? 在维基百科上面有的 嗯 其实就很简单的 我自己就没有去特意找这个小说来看的 但是纯粹就由那些什么剧情介绍 知道原来它就是会讲了几个一些都挺前缘 还有有少少神秘色彩 因为也都未完全能够解透参透的一些物理问题 其中一个它在讲三体运动 那当初你三体运动的故事呢 其实就是由这个万有引力的故事开始讲起的 如果有两件事 大家用万有引力去互相牵引 那很多时候它们就会是以一个很稳定的 是可以预测的方程式也都很简单的特定轨道来运动 那譬如一个情形就是 如果你只是考虑地球和太阳 那么地球围绕着太阳运动 如果是两个太阳互相围绕运动的时候呢 虽然是比较複杂一点 那就是两个太阳互相围绕着 在两个太阳中间的某一点 就是那个叫做 那个质心 我们叫做centre of mars的一个点 一起去围绕着这个点来去弓转 那这些东西就是 叫做异体运动呢 只牵涉到两件事而已 那就很容易用牛顿万有引力解释的 那如果你说讲远一点的故事 九大行星 应该说八大了 那以前那么多的行星围绕着那个太阳运动 也好像很有秩序那样 那在当初也有人试过 我没有办法用一个数学解释 来一次过解释了这些这样的行星 和那个太阳中间的关系 从而令我们可以用那个牛顿力学的角度 去了解整个这个太阳 为什么会那么和谐地 不会那么敏乱呢 所以一开始想这些问题 不是想三体的 在想一个多体问题 但是一发觉这些多体问题的时候 你就发觉很多时候会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结果 其中一个很出名的 他触摸这个问题的就是 庞卡来 庞卡赫 他触摸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都发觉自己不能够完整地 给一个数学解释出来的 当时他是在一个什么场合上 尝试去解释这个问题就是用来庆祝 那个挪威瑞典皇帝的那个生日 在那个这样的庆典上面出的一个这样的题目来的 结果就是说 发觉原来在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形里面 你就可以在一个多体或者三体的时候出现一个秩序 就是基本上不要想到很多体了 三体的时候已经发觉那些事情很麻烦了 在很少的场合 他们能够出现到稳定的一个公转的运动 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 互相运转的一个图案在那儿 但是在很多时候的情形里发觉 就是如果我们那些这样的 大家的质量是任意的 大家又不相伯仲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完全是出现一个混沌的状态 所以这里长话短说就是说 所谓的三体运动其实就解构了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可以一个很简单的 用力学来去解释他们运动 如何互相牵引这个例子 但是最后出来就可以是一个 完全是运动现象的效果 那这样解释得很清楚 但是这个是一个抽象的推敲 实际上我们会不会观察到 在其他的星球 不是其他的这些人物体里面 或者其他星座里面 真的出现过一个星球 一个行星围绕着两个太阳 或者三个太阳去运转呢? 那这样不要说到太阳那些星球 你说如果那些一件事围绕着 几个太阳运转是有的 最近那个叫Proxima Centauri 那个这样的星座里面 已经有这样的情形了 你说我们会不会很容易看到 外面有个行星 是被这几个这样的太阳一齐来 去玩到它的轨道很混乱呢? 那实际的天文观察 我们没有说试过 从头到尾很清楚看到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运转现象 是经历很长的时间的 但是你很容易 你会发觉用一个电脑的运算 写一个方程 就好像台长现在你展示这个画面那样 只要我们都基本上知道我们的力学 那些慢有引力的定律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用一个很... 就是用一个电脑里面去用一个很短的时间 但重复和预测它们这些这样的轨道 你会发觉就是非常混乱的 所以我们就是基于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慢有引力的系统 和一些我们慢有引力的理论 我们就知道它们会出现一个混沌的现象 而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宇宙的观察里面 整天都会无端端看到一些 叫做Lonely Star和Lonely Planet 一些孤独的太阳无端端就离群了 或者有些无端端一些孤独的行星 它就脱离了自己原本要围绕着的那个太阳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很多时候就会有这些三体运动的影响了 它可能曾经是被一个很混沌的重力系统挽射了 最后就扔了出来 飞了出来 那这些我们就可以说是一些叫做 存在着这些很混沌的三体 甚至多体现象的证据在我们的宇宙之间 那有没有想象过 如果在那个行星里面出现一个情况 那它里面会是怎样的呢? 这里有回应少少那个小说的内容 那他们就说有一些的生物 就可以在那些混沌的三体星球系统上面 就艰苦地生存下来 但是中间因为经历了太多极端的条件 有时它们太近某一个太阳 有时就会太远他们那几个太阳 所以那个生存的条件非常极端 理论上会是这样的 因为你完全地球上感受到温度多少呢? 是对于你和太阳的距离是非常敏感的 你远一点整个地球就冰河时期了 近一点 那全球暖化就 就是各个物种就有很多的轮换灭绝在那裡 真是比你可以孕育到有智慧的生物 而又可以这样的经历条件不死 那个机率就会很低很低很低 比起你其他在一些稳定的太阳系统里面 找到生命的那个机率更低 因为你其实其他一般 相安无事 没有三体运动的那些这样的 其他太阳系上面 你要找到有智慧生命 我们暂时一个都没有找到 如果你再要附加多个条件 就是它多了三体运动 都可以孕育到有智慧生命 那机率就更加少 所以呢我就觉得 大家这些就讲估不要博估啦 就是享受一下那个科幻小说 给你的那个创作就算了 所以科学人就不看科幻小说的 因为觉得就是老作啦 那这个就是你和我之间的分别 我自己没有看啦 就是啦 我有看的 但是呢 据我看到呢 就在前两年 应该是2021年 就发现了《列布》那里 有一个星球有三个太阳的 但是这个大家不要误解啦 因为它三个太阳不等于 它出现一个混沌的状态嘛 嗯 嗯 嗯 有这么巧 你也都要看一下 它们之间多近啦 那我刚才譬如我讲的那个例子 日本人马座 Proxima Centauri那里 那里那里 它们是三个太阳的 其中有两个就是 互相围绕着大家攻转 但是第三个呢 就远一点的 就是围绕着中间的 那一妈呢 就在外围那里 这样插拨打穩 就在那里转 那它们就反而呢 在一个这样的 擺设的情况之下呢 它们的那个运动 相对就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中间那两个 差不多质量 相对比较近 它们的那一堆 外面那个呢 基本上 站得远一点的时候呢 就不会太感受到 里面是两个分开了的东西的 所以它基本上 就当自己围绕着 一个中间 一个古怪形状的系统 在那里攻转着 那这个就是表现到 三体运动其中一个 是有机会出现一些 相对稳定一些的数学解 是啊 大家记得星球大战 其中一集是讲到 星球是有两个太阳的 那这个不出奇的 是可以的 绝大部分 我们太阳系以外的星系 都是有两个太阳的 两个太阳的 好 那我们除了讲这个 就是三体之外 因为引力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在科学里面 去到量子层面 那我们有没有这个重力的效应 在那里呢 是啊 就是我自己 就不是太看科幻的东西 我就比较喜欢那些重口味 那些比较实际的 有实验根据 和理论根据的一些科学东西 那这里就儘管可以介绍一个 也都是刚刚在这个星期 就有一个研究小组 去报告他们的进展 那就是讲到量子重力的问题 那这里又要很快地解一解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这一节讲不完 可能要賴到下一节继续讲 那我们知道量子力学 就是一些在很微細的世界里面 的物质行为的规律 那然后万有引力 其实就我们相信 就是只要有质量的东西 它就会有万有引力 就是会施加在其他的质量身上 而且就无远忽界的 无论你是多大多小 你多重多轻的东西 之间都有万有引力 那所以呢 在两三个礼拜前 我们提过一件事 有人尝试去测量一些很轻的物体的万有引力 因为我们呢 就是我们的观察和我们的经验 告诉我们 大的东西我们要看万有引力很容易 看天体的运动就知道了 如果小的东西呢 我们有没有办法 能够去了解到 在原子尺度 或者不要说原子尺度 比较小一点 一些可能只有 几豪黑 或者甚至几微黑的东西 会不会都看到 一些同时看到他们的量子现象 和同时看到他们的万有引力效应呢 那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叫做量子重力的问题 因为呢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 在一个原子那么小的量子尺度 里面的万有引力的话呢 我们就有希望呢 去建构一个很伟大的理论 就是将我们的万有引力 和我们的量子力学 就从理论上面统一出来 就帮我们去更加靠近这个 就是大一统理论 这样的样子 那我们都知道的 其实万有引力 去和其他的理论整合 一向都很大问题的 我们那些强弱和电池相互作用 我们有能力将它统一做一个理论 就是用一个很 叫做很universal的 一个长的理论 就很容易分清到 去什么场合表现到 这个电池作用 什么场合表现到强和弱的相互作用 但是唯独是我们没有办法 将这个万有引力作用去统合下去 所以呢 这个礼拜 就有那个研究小组 就公布了 他们最新的一个研究 去检视究竟这个世界 有没有量子重力现象的 其中一个研究报告结果 就很不幸的 也没有什么很令人惊喜的 结果就是暂时他们未能够发现这个量子重力的现象 但是实验方法本身我觉得很厉害的 就是你如果在网上去找 为什么我们这么难才能量到量子重力 但是我们都要去找呢 那刚才我解释了 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一个完整大一统理论的其中一步 我们希望将万有引力统合在量子力学里面 但是为什么这么难呢 那刚才也说了一点点 就是量子力学这些东西 不会在很大的系统里面呈现到 只会在很小的系统里面 微观世界里面呈现到 但是万有引力就反过来 在很大的尺度里面很容易看到 但是反而反过来 在很小的尺度里面很难看到 所以就是说 你在大尺度看到万有引力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量子效应 你在小的尺度看到量子效应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万有引力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看一件事情 叫做量子重力 那怎么办呢 所以其实其中一个 就是现在的一个物理学 理论物理学 高能物理学 天体物理学 其中一个很尖端关注的问题 就是这些叫量子重力的问题 那这里要提一提一个实验的装置 叫Ice Cube 或者台长都可以找出来 它是一个 是啊 是的 建构在南极的 一个叫Ice Cube 在地球南极的一个实验 就是如果你找Ice Cube experiment 你就很容易找到它的网站了 那我都记得在几个星期前 可能应该去年年尾的其中一集 我都有提过这个实验的 就是用来去探索一下这个宇宙 或者地球周围环境的中微子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实验 那是很有趣的 中微子实验通常用很大的光水的 就是譬如你好像日本啊 神光那些 去发现捕捉到中微子 牵涉到很大光很純正的水 然后在那个光水的周围 就放一些探测器 来去量它那些很特别的 由中微子撞击到那些水之后 产生出来的那些副产品的光的讯号 那些叫Serenkov Radiation 契伦阿夫光 那你光水越大 你就越可以捕捉多一些中微子 那有人很聪明去想到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其实不用用水的 用冰都可以的 世界上哪里长期有大冰 让你可以一直在那里拿来量度野呢 就去南极 那所以呢 就有人想到去到南极的冰层 直接就画一个地方 下面就全部都是冰 就把那些探测器全部放下去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那个南极Ice Cube 这个测量中微子的一个探测器 的概念由来 那在这个探测器的那个测量里面 他们是想去怎么样去找这个量子重力效应呢 那我尝试很快地说一说 他们认为 这些在宇宙间产生的中微子 尤其是在一些很遥远的星体 比如说是一些很激烈的天文事件 会突然之间大量产生中微子的 他们就会经过很长的时间 很远的空间 这样传递到过来地球那里 有一些机会被我们捕捉到 就是如果它特别是由一个来源而来的时候 我们特别容易辨认到它 因为它就是那个方向而已 基本上那些我们就知道在哪里来的了 就是属于同一组的了 那些中微子 那我们认为如果有量子重力效应的话 这些中微子 它在整个宇宙真空中间穿过的时候 它们就会累积了越来越多 这些由微观尺度里面的重力的起伏 由这些重力的起伏 就令到这些中微子的速度 就不会再是同一个速度 而是散开了一堆的速度 其实这个我会打个比喻 就好像我们太阳光穿过三菱镜 见到彩虹的类似的原理 为什么我们太阳光经过三菱镜 见到彩虹呢 就是因为太阳光经过三菱镜 这个玻璃体的媒介的时候 它就会特别有不同 这个媒介就特别容易令到那些光 不同频率的光就以不同速度行进 所以我们看到不同颜色的东西 就对应不同频率的光 它们就有些走得快些 有些走得慢些 最后就散了出来 就令我们看到拆了一个彩虹出来 现在我们就希望利用这个 Ice Cube的这个装置 来去尝试测量一下 我们这个宇宙空间 里面那些因为量子重力效应 而产生出来的起伏 那些起伏是一个时空的起伏 是怎样令到我们的中微子的速度 是拆散了 散射了出来 所以你如果找到那些英国的 New Scientist 那些报道 他们会说一个叫 Gravitation rainbow 用一个这样的比喻 它不是真的说你真的看彩虹 但是我们就是说 用这个Ice Cube这个装置 想捕捉那种原理 其实和我们去希望捕捉光 入光如何拆成彩虹的原理上 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我们就想看看这个量子的真空 怎样可以透过这个量子重力效应 来给到中微子走下去的时候 整个那个速度 就如由原本一个独一的速度 拆散了成为不同的速度 我们就想捕捉这个效应 于是有些中微子会走快点 有些中微子会走慢点 才会到地球 在过去累积了非常多的观察结果实验之后 我们找到其中7个的中微子信号 似乎是慢了的 但是都还未足够证实 我们是有量子重力的效应 就是要真是去说 就是说 什么时候才可以真的验证到呢 相信还要把这个实验开着了 和建立了其他多几个 是互相独立印证的实验 再捕捉多些样本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概括到 应该就是有量子重力效应 走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这样的故事 听起来就很艰辛 好像很难明白 但是我觉得就反而跟真正那个 就是物理学 真是很尖端的物理学 就是更加贴近 而且我甚至乎会认为 你讲到这些量子重力这些层面的东西 就比刘慈欣港三体更多的 实际上 你不用这么踩它 我又不是特意踩它 就是我觉得大家 就是看大家的品味 喜欢什么 你可以两样东西同时喜欢看的 我又不会阻礙你的 但是我自己 純粹我自己个人的喜好 好了 那后面那幅图很震撼 这些规模很厉害 哇真的 其实你应该这样拍一张照片 我拍就浪费了 我拍就侮辱了学问 是吧 我想暂时这一节 我都暂时醒不到 有什么还要补充 但是我们下一节应该有更加硬正的 要跟大家说 好了 下一节回来了 2022神秘的夜 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 古怪事件 嗯? 话说 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身出来 大炒大赖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说 其实这个女人 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他旁边的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 几涛你怎么看呢? 这件事呢 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在《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那为何今天《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人呢? 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观众在看的 其实呢 就并不是我和《神秘的夜》 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演我们 在做节目 但是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 那些人就去追 那些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 你去追我们的节目 那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阅一个订阅 那问题就解决了呢? 没错了 其实我和《神秘的夜》 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说的 其实呢 就有人扮演我们两个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呢 就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钟仔在这里 就按一下 那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那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 就是这样 之后呢 就有《神秘之夜》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sorry 我和阿企图 sorry